各位同仁请就座开会 今天继续市政总咨询 请第一位陈议员力争咨询 时间45分钟 议员请 谢谢主席 主席市长 各位三位副市长 秘书长 各位局处首长 议会同仁 市民朋友 媒体朋友 大家早 所以联池坦 最近这几年的建设非常的多 也建设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环坦的步道 还有一些鹅卵石的一个斜坡 还有环坦的一个绿美化柳树 也做得很漂亮 所以现在很多民众 从早到晚 很多很多就是在那边休闲 在那边运动 那联池坦的周边有很多的一个建设 跟天然的资源 加上最近这几年市府做的一些建设 有我们的全国第一的庙宇 还有主场馆 还有我们的半平山 最优美的半平山 是一个宝 然后再过来还有我们最 全国第一级的一个古迹 旧城古迹 然后我们旁边的高铁 台铁 捷运 都是交通非常便利 每年也办了万年计 很多的外线是国内外的一个游客 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这边呢 虽然联池坦我们几年前就有成立一个市府 针对要推广联池坦的一个推动小组 由副市长来当召集人 那就是结合我们 劳工局 公务局 还有观光局 民政局 其他相关局处 就是成立一个联坦小组 要来推广我们的联池坦 但是这几年我们联池坦啊 还是有很多周边的一个空地都没有开花 我们旧的左营校舍啊 到现在还是闲置很多年了 到晚上的时候 一片这样黑漆黑的 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胜利路 还是很窄啊 没有办法去扩宽 然后现在的高铁站 站前北路那边啊 晚上也是很暗 在半澎湖的那个地方也是很暗 那高铁前站呢 我们的民族路 延伸到连接高铁路 那一段还有一些工业区啦 东南水泥在那边造成的一个 运作的一个空气污染啊 有错位 那现在那边发生的一个空气污染 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说实在话 在那样的一个发展 这么繁荣的地方 实在是不应该有工厂 在那边再造成一些空气污染 那12月10号 文武国小也要发动游行 由学生老师家长要发动游行 一个大的游行要来反对 东南水泥的一个汇轮胎的回收场 有制造的一些污染 空气污染错位 那我也希望我们环保局 一定要严格的加以稽查 因为我们现在全球啊 每天就有60亿的小孩啊 他都是吸收到超过六倍的 超过那个空气标准的一个毒 空气的毒素 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 那边实在是有学校 有那个大楼林立 不应该再有这样一个空气污染 那这样整体的一个规划 我希望说在这几年 我们的这个联坛小组 还是要积极的去启动它 那恭喜在外国的一个小小的坛 没有我们联池坛的这么美 人家晚上的那个亮点就非常的热闹了 何况是我们的联池坛有这么美 然后市府在那边投入那么多的建设 那孔庙现在也建得很漂亮 但是我们的联坛小组的工人 不晓得现在发挥的如何 我等一下要请教我们的史副市长 那现在每一次 本席也是在这边有提到 我们的孔庙 这个建筑物真的是宏伟 这艺术建筑啊 看起来就是很想进去在那边休闲 在那边读书阅读 在那边品查 但是它就是长连都是锁起来的 没有办法再进去使用 非常非常的可惜 这样的建筑物也是我们高雄 是唯一的一栋这么棒的一个建筑物 那在这里是明伦书院 它的侧面刚好是与联池坛相应 你看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柳树 绿美化做得非常的优美 那这一些的那么好的建筑物 都是闲置在这里 那我希望说我们应该好好的 把整个联池坛所有的建设 跟它串联的一个交通现代化 跟古迹跟商业去把它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我们高雄市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观光园区 那我们看到我也希望说 这样的一个连续几个会期都一直在 跟我们市府来建议 孔庙是不是能够到里面开放给我们的市民来使用 很可惜 很多市民到那边运动完了 然后就坐在旁边的一个阶梯那边 也没办法进去坐 那为什么要闲置在那边 要关在那边 不让我们给它那个空间的多元化的使用呢 那我们最近也 市长也很努力 争取的是1月2号已经有核定了 那个3亿7千多万的一个建成计划 要修复旧城的古迹 建设旧城的古迹 那我们旧城古迹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护城河呢 还有几个南门啊 都常常这样修修补补 修修补补几年来 都是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把它完整的把它修复好 那也这一次呢 争取这样的一个大笔的经费呢 我们也有预计好像是8年 也有20亿的一个规划 一个建成计划 那这样对我们左远真的是 一个发展是很大的进步 那我们看到这里 这是我们全国 唯一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古迹 南门 东门 还有我们的北门 护城河 这样一个古迹啊 好好的把它修复起来 我相信以后全国 一定大家都很想来看这里 保持最完整的古迹 那这是我们的半平山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到八平山去爬山 本席也是常常到那边去爬山 我们看到每个人都会爬到山顶 看到这样的一个半平山 五角亭与夕阳暮色的相应 非常的美 可是现在半平山 我也在这里反映了几个会期 我也希望说我们赵局长 因为半平山已经是太久没有全部的整顿了 我们不要羞羞补补 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个碎石头 碎石头沿路一直上去 很多长辈他们来爬山 在这里滑倒 从此几年后都没有办法健康恢复 再出来爬山的 很多很多的长辈 做没菜 就是在这里就受伤了 那没有办法出来 因为要护原 可能几年都没有办法好 那这石头真的是很滑 爬上去的人 他如果没有经验 很一不小心就滑倒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个老树 他这一次的台风过后 他已经都掉落下来了 剩下140公分 如果那个光线不好的话 常常这个山友都是被这棵大树会打到头 那我们看到整个从翠华路的路口 到山上的五角亭 他的木栈道 也希望能够全部的重新改造 因为这些木栈道都已经很久很久的 一个木栈道已经破损了 那这些旁边的这个钉子都凸起来 那这个板子都氧化了 如果这个都是靠我们那边爬山的志工啊 自己在修复 那这里就没有办法 就用一些绳子自己绑一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半瓶山真的是一个宝 那在这里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把它做修复 我希望我们的 那个相关单位对于我们半瓶山 连瓷坛整个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应该要好好的去花一些心思把它整顿好 那先请我们副市长 针对我们的孔庙的活化使用 还有我们连瓷坛周边的一个建成计划 未来的对于左营的发展 你简单的打付一下 请副市长说明 好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关心 我想也就是在陈议员一段一再的提示底下 事实上我们联谈的这个建设 事实上并没有中断 所以我们也才积极的来争取建成的计划 那这次在议会 也感谢议员的支持 所以我们第一期的垫付款 三亿多才能够来通过 那我想孔庙并不是没有开放 孔庙整个是一个开放的园区 它唯一没有开放的地方只是鸿门 这个要讲清楚 不是孔庙没有开放 而孔庙也在市长的支持底下 我们在前年事实上进行的空间改造 那事实上大家也都觉得很好 那也因为空间的改造 所以大家才意识到说 鸿门这个景离湖边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再进一步活化的可能性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使用 它本来就是开放的 它现在只是说 它里面都是闲置在那边 就是明伦书院这个建筑物里面 明伦书院它现在是扮演明伦书院的角色 全部都是空的 不是空的它是明伦书院 全国的明伦书院也都没有商业化 我希望你能够亲自到现场去会看一下 因为真的里面全部都是空的 之前大概一年前有借给一些社团 在那边办理一些活动 我们现在也继续借给一个社团 那我们在商业化的考量上 那要开放给市民使用嘛 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建筑物 应该要分享才对啊 这样关起来很可惜 在商业化的考量上 我们会来谨慎来积极来处理 真的也谢谢你的努力 因为这样对你来讲的一个工程不是很大吗 你请坐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看到 我们联资团这么好的资源 应该要开放给大家去使用 那我现在要请教赵局长 我们半屏山能不能够全部的跟中央反应 能够全部的把它做一个整修 不要靠一些志工在那边修修补补补 这样总是不是长久之计啊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其实我们半屏山 刚刚给完秀出来的那种木栈道 还有步道 那种维护管理的问题 其实我们如果和内政部 应建宿 一个受伤管理处 这个筹备处 有做一些横向的联系 你如果知道早期也差不多到最近 横向的联系有的那些 公共安全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边都有在协助 但我们了解 以我们所管处这边 在明年跟后年 就是一百空落到一百空前 因为我们要整个维护管理的 有修缩的计划 这我们也有了解 你如果说至于比较说 涉及到说真的比较危险的部分 这我们也同意来协助 陈议员 一两做好 那赵局长我再请问一下 我们 那个我们的铁路地下化 大概是预定106年12月底要通车 那通车了以后 我们的那个原道 就要全部设计的一个 从我们的左营新站到凤山 到凤山的大字桥 那这条原道做起来 这是世界第一绿地 最漂亮的 可以说真的是找不到第二个一个原道 那最近也是因为我们市府的努力 有争取旁边的一个铁路的 那个中央的国有地 一定要拨用 不用那个厂金 还有原道的一些经费 42亿都是重要 要给予我们来建设 那这个都是非常棒 因为对我们市政府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力的入住 那我要建议的是说 将来因为现在这个规划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一个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 这个早期啊 我们的东门路 它是因为平交道 所以被封起来 那你们在规划的时候 我希望说能够把东门路 能够把东门路纳路为这个原道 很多景点嘛 古迹之旅文化之旅 东门古道 就多一个我们的观光景点 那旁边 这里以后我们也可以在巨蛋捷运站这里 再设一个自行车的一个住任站 这样是一个很棒的景点 这个我给你建议啦 那因为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原道 会做得非常的 有自行车车道 人行道 力美化 还有在那边游玩的 非常的有生态跟符合人性 休闲的一个环境 那因为这次的墨南地台风 我们高雄是倒了两万多棵的树 很可惜 那我们这次的那个树 从左营种树种到 那个整个原道到凤山的数量 一定非常的多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那个树要生根 那个树干一定要耐得起台风吹打 不要一阵台风以后 我们的树来损伤 那第三点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 如果是铁路地下化了以后 我们左营 我们左营 翠华路到中华路的一个路桥 它的地下道是填平了 将来就成为一个平面交通 那未来我们新台17线 还有翠华路还有左营大路 全部都会汇集在 左营桥那边上下桥 那这个桥是要流不流 这个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因为在这里的这个交通车祸状况 常常又发生 所以这三点我要跟我们局长 你答复一下 你未来有什么规划 请局长答复 有关我们这个铁路 就是沿道的部分 那个人知道 都总有十个公里多了 当然整个里面的布设 包括水狼绿狼 还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还有人行步道 那当然 以我们这个楼型的带状上 和我们的路面的高车一定很多 我们一定会谨慎来说 是对整个路段要经过我们的沿道 这个我们会特别谨慎来做一个研议 我们也不可能说 特别如果有高车 我们就要有一个路段出来 这样变成我们整个沿道也似不像 如果我们在里面骑下车走路 然后有车子走过也不好也危险 这个我们会谨慎来做一个处理 好 那树的部分要注意 像我 像我们 坦白讲我们也都研议好了 但是经过这三次的台湖 我们有一个教训 就是说 刚才我们在说的 我们的手就是要装更深根的 而且是延伸种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开花 这个开花就是说 我们整个十五公里的路段 就是一个路段一个路段 有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颜色 这就是说我们在骑下车 还是在走路 让你体会到 每个季节 不一样的季节 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规划的范围里面 因为局长 为什么跟你提到东门古道 它有一个历史 就像我们现在最近办的一个建成的歌仔戏 那多少人要看呢 因为它是演的一个东门的三百年的历史的兴衰 然后演当地写实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每次演 它一演 大家都是很喜欢看 所以东门路也是一样 它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记载 历史的记忆 所以也请你 要能够把它开出一条历史古道出来 那我们还有新台17线 新台17线 我们都一直在建议市长 能够赶快开辟 因为新台17线 如果没有赶快开辟 现在军销路 每天的车都摸摸摸 交通都踏车 所以我们争取了很久 之前都是因为军方的一个协调问题 那这一次 市长也已经第一期也动工了 从北段到桥头的点仓路开始 一直施工到德明路 跨过后进溪到原种港 那这样原种港的积水跟这些排水就可以 淹水都可以解决了 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路只有开一起 那到德明路到右昌到左营的 一个南门远返那里 那一段也是很重要 那一段有前 好像前几天好像局长有跟 中央去协调一些军方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已经有达到共识 或者有没有预定什么时候也可以动工 请你答复一下 我们新台17线 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我们的 滨海另外道路 我们分两段嘛 第一个路段就是说我们在北平 北平这差不多两公里就是在德明路以北 这个部分这个已经定案下来了 而且我们来进步 他们建设我们 我们把我们纳入生活圈里面 我们要保障我们的 7亿 补助我们7亿 那另外 既然在说的就是我们德明路 落南 跟我们的延返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在沿河 在 讨论 如果透过在地的立委 也在台北跟金方在这边做路线的讨论 那这个路线 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共识 一个初步的共识 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 这个路线一马上决定下来 我们也会马上启动来这一个详细的规划设计 局长你请坐 因为第一期是预定108年要通车 这我们都很高兴 那我们也期待 第二期在市长这边会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果出来 这是我们那边 对于这样的一个交通 主要路线很期待的 那我们要看到现在的 我们男子 男子也是在我们高雄市的市中心 那也好不容易 市长在那个29号那天 也是有去争取了高雄捷运站 延伸到路线的大湖 大概金会有273亿 这对高雄是一个大进步 因为路地是一个好处 以后我们要到路线去玩的话 坐捷运就可以到达 所以我也希望说 在北高雄整个的繁荣都是有很快的一个进步 那我一直在建议市长说 在这样的一个男子的腹地这么大 它的开发是比较慢 但是这两年快速的开发人口一直增加 盖房子啊 还有一些交通建设啊 然后加上市长又争取了一个捷运 可以可以延伸到路主 这样的一个整个开发呢 我想我们对于这个 男子交通转运站 市长应该好好评估一下 那这个交通转运站这个地点 已经有跟我们交通局来反映过了 上次在会期也有提出来 它的地点是在 德明路跟高朗公路的三角窗这一块 旁边刚好是监理站 那它周边附近有一个都会公园 还有捷运站那距离国道1号也很近 几分钟就到了 还有我们男子的火车站 这一块的腹地大概有5000坪左右 那为什么我要跟市长来建议这个 我们男子的交通转运站很重要呢 因为在几年前我们跟交通局跟市议会 到国外去考察 我们看到他们国外的捷运也好 或者他们的一些轻轨 他们在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大概有十几公里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站 停车广场 停车广场就是要做一个转运站 是要乘长土的巴士 或者是短程的客运公车 能够让市区的市民 方便去那边乘坐大众运输 那因为我们男子区 很多的比较偏乡的 在来文基山 还是去山寮的来文阿连 他们可以坐巴士来 可以来到我们男子可以转一个转运 或者是比较短程的 在大社燕巢 还是我们秦宏里 秦宏里现在腹地也很大的 有长里东林里 或比较蓝田里 我们市区的一些民众 他们可以在那边作为一个交通的转运站 那未来我们的南高雄 亚洲新湾区或者一些建设也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北区的民众要到南高雄去晚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做一个转运站 或者要到高铁 或者要到机场 都可以在那边做一个转运站 那转运站一定要有过大的一个停车场 让民众如果他是上班主的话 他可以开车来到这个转运站 把车停好就在那边乘坐捷运 要去既定 要去南高雄 还是要去隔壁 都是可以做一个交通的活动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 刚好有这块腹地是机关用地 那市长也可以好好做一个评估 能够跟我们的捷运 跟我们的蓝子交通转运站 作为一个结合 那这样子可以开发周边的商机 旁边刚好是一个捷运站 那我也请市长 能够做一个考量 马市长你答复一下 是不是能够去评估这一块 蓝子交通转运站的设置 市长请回答 请市长回答吗 市长 谢谢議長 谢谢董議員 董議員提出南州地区 我们的交通转运站 这个部分我们的交通局 在今年的二月 1-5邀籍相关单位 得到公路总局 大概交通部公路总是200万的捕捉 我是感觉我同意刚刚陈议员说 这个地方未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转运站 现阶段就先把后抽200万 后这个周围环境先做一个改善 那我相信我们的交通局 陈局长是非常的专业 那我相信以他的专业 在这个部分 或是可以做最好的规划 那我也相信我们未来男子的交通转运站 能够高度发挥功能 我们同意这样做 我也相信陈局长在他的专业上 除了公路总局给我们的一个经会上的协助 那我们在市府团队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更深一部分对转运站的规划 市长请坐 200万的一个经会是做了一个这个后车艇 也是谢谢也做得很漂亮 但是这样的一个后车艇跟一个转运站 它是有还是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我们应该局长也朝向一个转运站 几年前有跟那个我们交通局去考察过的那个 那种捷运轻轨旁边 差不多一二十公里就有一个大型的转运站 那看车都停满满 他这些民众他一定是要到其他的一个区域 热闹区或者是机场高铁 就是让我们的市民能够在交通上更活络 我们的捷运都延伸到落地了 在那个地方我们再来做一个转运站 互相的这样串联起来配合 让我们的交通一定更活络 那我要期待我们局长要有一些 那个评估的作业出来 我们看到现在长照2.0 那长照明年就要上路要实施了 很多民众很多人都不知道长照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 然后常常都会打电话来服务处问本席 那我觉得说那这样就表示说 很多我们的民众都是期待能够受到长照2.0的照顾 减轻他的生活压力 那长照2.0的一个照顾对象 他是50岁以上的失智的人 他就可以被照顾 55岁以上的平地圆民他就可以被照顾 49岁以下的身心障碍者他就可以被照顾 这个很重要 49岁以下的身心障碍者 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是需要被照顾到的 还有65岁以上的身体衰落者都可以被照顾 那如果有以上这四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就可以就可以跟我们的长照管理中心来联络 他们就会派专人到家里去做评估就可以受到照顾 那我们就看到现在的2.0 一时时以后我们高雄市要被照顾的人就马上从4万人加到8万2千多人 我们那个局长应该知道 我们卫生局长 那我现在第一个要给卫生局长建议是说 我们现在的长照管理中心人数很少 只有33个人要去仿市评估1万2千个人 平均一个人要仿市评估400个人 那如果民众打电话去中心需要你们来评估的话 本来5天可以完成 可能要等到半个月 那这一点一定是能力不足 所以你一定要作为一个调整 让民众不要等太久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长照49岁以下的 我们全国大概有115万人的身心障碍 里面就有46万人是30岁到59岁 这一段中青壮年 那所以这个长照它的照顾不只是营法族的权利 包括年轻人、青壮人 它都是属于在长照照顾的这个范围内 那我们看到长照2.0 它真正的照顾呢 它是到家里来服务 明年正式的开始启用的时候 正式上路的时候 它是目标的照顾 是要鼓励我们的全国的老人 能够在家安养 在家老化 然后它的2.0的机会 大概就是用照派人到家来服务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长辈 他是需要陪伴 然后去帮他送饭的 或者帮他去做护理的抽谈 或者帮他做附件的 或者是日间照顾 送餐 交通 减轻年轻人的一个负担 所以能够让长辈在家里 跟子女能够生活在一起 所以它2.0是完全用在社区在家的一个照顾 在地照顾 在地老化 那我们的第一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都很支持 因为尽量鼓励不要把长辈送到安养院去 养务之家 能够让长辈在家里 用意是这样子 所以到时候我们的人力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在15年来 我们全国训练了11万个人 大概从事相关的工作 只有30%而已 那每年的专科以上的老人照顾科系 每年的毕业生有4700多个人 他真正能够从事相关一个工作的只有不到一成 那我们可想而知 未来的人力缺乏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除了我们有一些科技辅助 来减少人力的一个负担以外 我也建议说对于这些长辈员 照辈员应该要把他们的薪资 要提升 还有要给予一个 有一个友善 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训练 能够留住热情的 加强训练 留住热情的一个专业人员 那这样的一个长辈2.0 明年上路 我想大家都是 想去弄清楚他 那我想很多啦 像我们高雄市 本来是1.0是照顾4万人 那现在2.0就要照顾8万2千人 那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是不是准备好了 人手 联络 然后查房 行政工作 第一关是行政工作嘛 人家打电话来 你一定要先到家里去做评估 所以人员很重要 一定要增加到足够 8万2千人要照顾 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业务 所以我觉得人力一定要家族 还有我们的社会局 因为社会局跟卫生局 两局是来搭配的嘛 那对我们长照2.0 我们真的很多长辈 都很期待 老有所养 在地方服务呢 看到很多长辈 连老身体就衰弱了 然后最怕经济困难 没有钱 没有收入 又无法治理 吃饭洗澡都要靠别人 很多 所以这一块呢 我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能够做出 让我们市民 能够感到温馨 不要电话打去 等很久才来评估 才来访试 那再来 我就要问 重点就是 在第三点 针对养护中心 私人 重症的一些病况 我们要怎么样去照顾它 因为在2.0 2.0这里 是没有照顾到的 那我等一下请教我们市长 因为很多这段时间在地方服务啊 很多民众就来申请他要办理一些补助嘛 因为如果是夫妻两个人上班 薪水大概5万多块了 又要养小孩 又要缴房贷 又要生活开支 然后如果父母亲 他是重症的 需要一个养护之家 配合一个治疗的话 他务必要把他送到养护之家 但是现在养护之家 养老中心 随便这样看很普通的 一般要3万5左右 那这样对一个家庭来讲 是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 那我们现在市政府有补助这个低收入户的一个 那个到养护中心的一个补助 但是来申请的时候都要排两年 排两年 那这两年 家属在负担的经济非常沉重啊 就是借钱 不过就是借钱 一直累积他的债务 整个家庭就是生活的很不快乐 痛苦 指数很高 生活压力很大 那我要请市长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我们社会局有给予一个 一个我们长照中心的 一个 长照中心的补助 是不是能够把它放宽 放宽一下 因为这次的2.0是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一部分的 市长请你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宜言 那对于高雄市很多需要照顾 如果是低收入户 刚刚陈宜言提到 你说他要上去得到社会局的照顾 还要等两年多 对 我想有这样的事实吗 这个我要了解 第一个 如果他是需要市政府 中我们给予经费上的补助 那是因为地点的因素呢 还是其他 这个我会来查 我是认为如果他符合 我们需要照顾的对象 那需要 这个我觉得应该及时 确定不能说 你说还要等两年多 到底如果有这样的个案 你就交给社会局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协助 那有些是在贫穷县的边缘 有些是我们社会局的补助对象 他当然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有些在边缘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一时不能够给予协助 我觉得我们可以引用社会资源来协助他 绝对不会让他这个老人丢在家里 没有人照顾 那或者是也引起整个全家 有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我们都愿意协助他 是不是承沿把这个个案 那如果说刚刚提到 还有需要等待两年 这社会局 姚记长是不是可以答复一下 谢谢 市长 因为到养护之家 这个案件 就是我们社会局说 因为经费有限 能够容纳几个名额 那再来就要排队 那有些就还在排 也排得时间比较长 那我也希望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希望局长能够 能够再做一个了解 因为常常我们服处有接到这样的案例 那我觉得刚刚市长讲的 真的是很好 对于这样低缩入户 已经没钱 已经没地住 应该要给他做一个安置 不让他等那久 那通常都是 因为我们经费有限 床位大概是 如果我们的床位是500位 那超过500位的话 就截止了 后面要再进来的 可能就要排队 然后出去一位再进来一位 那可能是我们的经费有限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点 能够把它放宽 或者是金额 金费的关系 把它编组 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答复一下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在目前您提的是老服机构的这个部分 还是生脏机构的部分 助安养院养护之家的一些有符合资格的民众 老服跟生脏机构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老服机构 生脏机构 现在目前是老服机构 现在是有空床位的 那可能有些就是 他是补助的部分 但是现在就是 他的身份 他如果是要有低收跟中低的身份 就是他的身份已经符合了 但是他要申请补助 比如说他自己去找了一家三万多块的 已经那个养护之家在住了 但是他整个都是符合低收入户 要来给我们申请 我们就是要叫他拜 因为已经没了 所以像这一类的 有时候他有 因为你要知道 老人家要去住的一个养护之家 品质什么都是要经过他们自己 比如说是地缘关系或环境 我们不一定要硬性规定他去住哪里 但是只要他是符合 议员我节省您的时间 我直接跟您说明 那个有一些他是符合资格 那其实现在各县市原则上 也都是会有一个总量管制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我们也是尽量争取 把这个总量扩大 那但是他还是有机构进驻 他还是可以进去 只是说他这段时间 他这段时间可能没有 没有获得补助 这一类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各类 我们再来讨论 那我们也会 如果有需要的 我们会连结民间资源来协助他 请排队的时候 因为刚刚市长有讲 只要是符合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都是应该给予帮助 局长您请坐 那再来我要 这是11月25号我们环保局有办一个对志工的一个表扬 他得奖的一个表扬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因为我们有办一个就针对这八项 如果说他是有帮忙宣导活动或者是节能减碳或任养环境 脏乱茶暴垃圾分类或者是有常常参加我们参与我们环保局的活动 那这几项去做评鉴 评鉴出来的就可以在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表扬 那这一次是在11月25号我们环保局长有表扬一些志工 是我们南子区 有大昌理、人昌理还有家昌理 他们是得到特优奖 那左营区有新上理跟新下理 那这都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们可以鼓励他能够大家来做环保 还有我们可以藉由这样一个活动来感谢这些志工 他们平常的服务善行 那是我会建议局长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奖项再扩大化 因为现在做环保 鼓励大家做环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现在地球软化 那我们如果大家都有这种习惯 举手之劳或者举手之劳去帮忙签一下的话 那就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人力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ARM自动回收机 它是四个宝特瓶可以换一元 然后我们现在身上都有带除纸卡 可以用除纸卡处在我们的除纸卡 一元一元这样除纸卡 那这样的一个机器就很棒 因为我们是全国所创 那一台机器也曾经达到40万个回收的一个空瓶子 那像我们的地球造成最大的破坏伤害就是宝特瓶 所以宝特瓶如果好好回收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它可以做出很好穿的一个衣服 所以这样的一个机器非常棒 那我们的一个环保教育应该要从小养成 好的习惯它可以造就一个好的性格 那从小养成好习惯的话 长大了它的性格就很难改变 所以父母对于小孩的养成好的习惯都是太重要了 那我们习惯都是要从小养成 像我们小时候去学校读书 每天门口就写个礼意连词 那小时候如果家里有人来客人 阿姨阿金来 如果不叫 是大人买当民买 待会人家家走而已就开始买了 那我们就会记得说 看到人就是要有礼貌 所以从小养成好的习惯真的是太重要了 那我也希望说局长 这样的一个回收机应该要给它普及化 一台如果可以回收40万个空瓶子 那这样可以造就多少的资源回收 做好穿的衣服 还可以减少破坏我们的地球 请你简单答复一下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当然这个不管是减氧减碳 或者是相关的志工 这个部分我们环保局一定就是 这个一定会来强烈来支持 高雄现在有600多队的志工队 那帮忙协助很多的这一些的一个宣导也好 或者实际在做这一些的一个环境整顿 的部分 那包含这个ARM 我们现在有50个地点 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按照我们现在可以相关的一个预算 会来继续来评估来做增设 但趕快把这些东西能够回收回来 然后也变成是可以用的再生料 这个也是一个循环经济的里面的一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环保局会来继续来推动不管志工队的一个增设辅导或者是ARM的这个一个增设的部分 也谢谢议员这边的一个指导 这个经济效益很高可以再多设点 那现在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每天学校营养午餐真的是办这个营养午餐 我们教育局真的是责任重大 因为小孩的一个健康 每天要吃的营养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学校现在有公办公营 还有民办民营 还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种类 那我要请问局长 现在我们每天的营养午餐它的食材来源 你都怎么样的做把关 那每天它每一餐是交多少钱 那这些钱它是不是都有买在食材里面 因为现在什么都涨 那小孩他缴的钱应该要尽量的给他 花在他的一个食材里面 不要去拨用其他的一个费用 这样他的食材 如果你钱少的话买的食材就少嘛 所以我局长你请你答复一下 怎么样的把关 每天中午我们的这些营养午餐的食材来源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对营养午餐的关心 那这个是所有的父母跟学校共同关系的问题 那教育局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共同做 很严格的把关机制 学校的营养午餐的 第一个学校第一关 营养午餐委员会要通过营养师 或者是午餐直密开立的食材 所有的食材都要通过国家检验的标准的 接着进到学校每天 他其实都会做一点抽策 每学期两次固定的抽策 再送给卫生机关去检验 那其实教育局还有不定期的 跟卫生局联合进行抽策 那从这个103年开始 所有的午餐每天的食材 都要登录在一个网站平台上 大家都可以检视 所以其实对食材的把关是相当的 学校有故事的每天都把关这些食材 每天都要传送 每天都要传送 所以做得非常的严格这件事 所以任何学校如果说哪一个事上 出现什么有问题的食材 但是我有听一些学生家长跟我讲说 他们有些来的食材 都没有厂商履历 也都没有处理厂地 都没有来源 有些学校那个 是不是能够查一下把资料给本系 议员在第一关的时候 是要学校营养午餐委会 通过食材开了以后 经过公开招标 那是前一段 那后一段的食材来源的 这一段的把关 对对对 学校的营养食人就可以做抽策 那学校家长有这些反应 赶快反应给学校营养午餐委员会 委员会就是家警做他们的严格把关 局长你请坐 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的营养午餐 有一大部分是委托我们高雄市政府的 员工消费合作社在做采买 那合作社他会先去评估一些厂商 然后他经过他们的一个考核了 然后才准议来送货 那如果说有些学校 他可能自己采买 那他自己采买的这一部分的学校 他的来源 他的一个食品的怎么样的一个检验 他卖给他的一个食材的一个厂商 他是不是有一个处理厂 他有没有经过的一个 一个评估考核的一个标准的 卫生有没有过标准 所以我希望局长针对我们学校 如果说他们自己采买的 他的怎么样的一个来源 源头 是不是有办法去把关 那刚刚如果是 来了再检验的话 都已经是吃出问题了 那就太迟了 这样就已经造成伤害了 那我希望我们每天的营养午餐 都能够安全的 那这里我希望局长能够来注意 那这是我们大社的殡仪馆 那大社殡仪馆这里是很干净 很多民众都得到好的评估 这里进来就是没有一个回车道 这里有十个机关室 我建议能够把这一块 因为这块地是农业局的一个土地 能够再把它扩宽一点点出来 做一个回车道或者停车场 要不然等到大家在这边办公祭 或者来拜拜的时候 这里都是没有办法回车的 然后你看从这里进来 然后再转到这里的机关室 这边是完全都没有回车道 我希望民政局能够做一个讨论 你看他转进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进来 从这边进去 然后再右转 右转就是从这边进来 全部都是单行道 那希望这里刚好有一块绿地 在这里能够把它扩宽 让民众在这里公祭的时候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对我们大社殡仪馆的这个部分 跟议员做个解释 其实我们往北边的那块地 虽然是农业局的地 但是那块是水资源保护区的土地 如果要动用那块 其实还要做环平水保各方面 说今天的困难度会高出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是往南边往侧边 因为那块地是我自己的地 然后它的使用上会便利许多 所以我们大概现在目前的方向 不是往北边走 是往南边走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顺畅的交通系统 以上 谢谢议员的咨询 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蜜 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